加拿大新任驻中国大使麦嘉莲三月赴中国上任后,最近又因工返回到加拿大。 他在5月8号会见多伦多本地中文传媒,畅谈对中国的感受并希望说服更多的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与中国做生意。 到中国旅行一个多月的麦大使,谈起中国的经历兴致勃勃。 他不仅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还访问了多个重要的城市。 为当好大使,他每周花6个小时学习中文。 记者们明显感到他会用的中文词汇丰富多了。 另外,他说好朋友陈国志厅长为他取的中文名字麦嘉莲受到了大家的普遍夸赞。 我拿这个名字几年过来在一个选择选择选择,通过 Michael Chan。 但他帮助他解决了中国名字。 但我没有关注到它。 我认识它,但我真的没有关注到它。 但当我来到中国,大家都告诉我, 我叫他帮助他叫做家、家、家、家。 这句话是好棒的,不错,大家都喜欢家。 最后一个是非常好棒的, 因为这是我家梁。 梁大使没有忘记总理特鲁多教给他的多多多的重任。 他要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 麦大使还透露 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探索性会谈 将于7月份开始第二轮双边会谈 希望在今年底得出结论 是否正式开展中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进程 麦大使说 加拿大和中国都希望双方继续进行自由贸易的探索 他希望能说服更多的加拿大人支持与中国做生意 麦大使也说 中国和加拿大关系虽好 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 双方也不回避人权等问题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记者报道 加拿大